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油管的高雄總圖 結合挑高空間 空中森林 是閱讀 也是休閒運動的好去處 坐落在台中烏日鄉間小路上的 獨立書房 結合田野景色 和典雅富蟬藝的木造建築 有最美書店的美稱 桃園的龍岡圖書館 不說破 還以為是新開的文心咖啡廳呢 這些美麗的地標 讓旅行變得更有深度 更能沉澱 氣質也大大加分 跟著GoGo Taiwan的腳步 這一集讓我們來一場 藝文書鄉之旅吧 鳳山這個地方 從清代開始 就是一個文才武將聚集之地 尤其文才繪翠 其實不只以前文才繪翠 到了現在 像我這樣的文青 也非常喜歡這個古城 尤其來到這兒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你看這充滿造型設計 非常有設計感的地方 是不是讓你整個文藝心大爆發 忍不住也想要來一段現代舞蹈 或者是來一段歌劇吟唱 好 Wendy 像你這麼熱愛藝術表演的 來這兒就是來到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就對了 謝謝 謝謝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提供 給青年朋友表演的空間 是不是我就直接帶妳 去到裡面去參觀一下好了 是急著帶我進去 因為想要趕快結束我的歌聲 是嗎 但是你也感覺得出來 我熱愛藝術的心 陳大哥 但是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在進去參觀之前 在外面就已經看到 好有設計感的這些造景 因為這裡是文化藝術中心 可是它卻是有點像水池 或者是像熱氣球這樣子的造型 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 對 我們看到後面這些 我們把它稱為薄膜式的建築結構 看起來像是熱氣球 它基本上是採用 一個流線型的設計 你看它有幾大的功能 就是它遮陽 但是它採光 同樣的你如果走在它的底下 因為它中間是挖了一個洞 所以它的空氣是可以 很順暢地對流 所以在這個園區裡面 走走起路是相當涼爽的 所以裡面的建築也是有很多的 綠能巧思 當然 在前面所看到的 這個就是大東的演藝廳 它裡面是專門提供表演的場地 我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好 這邊嗎 然後我們就走吧 大東演藝中心內部和館外 一樣強演 清水模牆面簡約樸實 搭配交叉結構的幾何線條 也讓視覺有些變化 跳高空間配上玻璃窗大面採光 讓整個大廳感覺極度寬敞 幾乎有在室外的錯覺 而且這樣的建築也能減少照明用電 有綠能概念在裡頭 門面精緻 演藝廳當然也不馬虎 在大東有一間演藝廳 可是有 完美演藝廳的稱號呢 程大哥 走進了這個演藝廳之後 我發現其實它的座位數 並沒有很多 不是那種最大型的感覺 為什麼它可以堪稱是 完美的演藝廳呢 對了 這個就是它在當初 建築上的一個特色 它希望採取一個 讓觀眾能夠有比較好的 視覺的感受 所以它採取的是 所謂的短倉式的設計 所謂短倉式的設計 叫做它就是舞台的比例 跟我觀眾型的比例 大概是1比1 這樣一來 因為觀眾除了它能夠很近距離地 觀賞到演員的演出之外 再來就是說你看 我們即使坐在最遠的位置 它也在觀賞這個品質的時候 也感沒有任何的死角 所以坐到很邊角 也會覺得說看得很清楚 不會覺得說我被邊緣化 是邊緣 妳可以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因為你知道常常買票的時候 都會覺得VIP位比較貴 但是買邊邊便宜一點點 真的 真的耶 視角很好 對 Windy妳已經坐下來 妳可以試試看 在每一個座位底下 都一個黑圈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在設計上 它就是一個節能的設計 它就節能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空調 就是從腳的底下上來 這樣它就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就可以讓觀眾感覺到涼爽 每一個位置都有 私人的空調就對了 沒錯 是這樣的一個規劃設計 陳大哥除了座位區 有很多針對觀眾 別出心裁的設計之外 因為表演團體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需求 所以是不是在舞台的設計上面 或是表演團體 他們要運用的這些道具素材上面 也會針對他們的需求 而去做不一樣的設計呢 這是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今天 因為今天演出的節目 它是屬於一個音樂型的表演 所以我必須就架設音響反射板 你現在所看到這些白色的 音響反射板 它的目的是要增加 它的回響的量 增加它回響的時間 這樣讓觀眾聽起來 它就會更具有 漁音繞樑的這種感受 其實我看到 好像這邊前面的地板 跟後面的地板 顏色也有差異 這裡有什麼機關嗎 這一塊一般來講 就把它通稱叫做月池 月池 各位 妳可以看問題可以看到 現在雖然擺滿了椅子 對 可是我這個座椅 它基本上它是可以移動的 可以把它整個拆掉 把它拆掉 也就是說我可以因應 不同節目的需要 我這個月池 它是可以升降的 最高的位置 它當然就可以升到 跟我這個舞台的高度 是一樣的位置 它可以當作一個延伸舞台來使用 可以升高也可以下降嗎 當然可以下降 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我有樂團 樂隊 他們要使用這個場域的時候 他就把椅子移走 整個下降以後 整個樂團就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來做表演 藏了很多機關在這邊 所以這樣子的演藝廳 它座位區 雖然說沒有那麼地多 但是在享受上面 一定是最棒 最高等級的享受 這是努力的目標 讚嘆了完美演藝廳 也別錯過 藝術中心內的藝文圖書館 這是國內首創的 藝術專業圖書館 整體設計充滿巧思 更收藏了15萬本藝術藏書 每個角落都讓人感受到 滿滿的特有氣質 在藝術中心前面有高飛的熱氣球 後面這邊則有高飛的羽毛 衛城大哥 這個不是羽毛 不是羽毛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作是豆莢 燈因為它的樣子 長得有點像豆莢打開的樣子 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 建築美學的設計 而且它這邊這個設置 其實結合了藝術中心 還有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步道 對… 而且也可以有一個隔… 有一個隔離的作用 隔離的作用 因為基本上園區它是 只不需要有其他車輛進入 車輛的進出 基本上就利用這一條走道 所以它在設計上面的時候 是有跟環境相呼應的 是沒有錯的 我看這邊樹也是一整排 像這樣子路燈 豆莢路燈的設計 也是一整排 就等於說 它其實有點列隊的概念在裡面 外面那一條溪是 那個是鳳山溪 就是鳳山發源的地方 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看鳳山溪是鳳山發源地 然後有這麼新穎的建築 跟現代的設備 你就會覺得起源和創新 兩個融合在一起 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第一站來到了這個地方 大家猜猜看是哪裡 是民宿嗎 不是 是餐廳嗎 也不是 好吧 來揭曉答案了 猜到了嗎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答案揭曉 它是在圖書館裡頭 就在新北市立圖書館的總館 這整個圖書館是一整棟的一個 這個綠建築所打造成的 然後剛好對外的一個窗戶 有七個這樣子採光 非常好的一個窗戶 然後圖書館在建造的時候 就把它規劃成了 七種不同主題的閱讀角 所以這邊其實大家就一看 應該就可以很映入眼點的 就是非常日式禪風的概念 譬如說旁邊它有一些 類似像庭園造景 還有那一種很日式廟宇當中 會出現的石燈 還有這邊的一個座椅 這個空間 其實是讓大家可以 自由進來使用的 所以你在挑好了你要 閱讀的書之後 你就可以來到這七種 不同主題的空間 然後沈浸在這個氣氛當中 享受非常充足的自然光 來去展開你的閱讀時刻 待會兒我們就要帶大家去看看 還有哪一些不同的閱讀氛圍 在這邊 很真真實實地被打造出來 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日式禪風閱讀角 簡潔素雅的空間 讓閱讀時光心也沉浸了下來 再到另一個 地中海風的閱讀角空間 藍白色調的希臘式氛圍 結合舒適的沙發 彷彿陽光與海 就在身邊半讀一樣 心思都飛到地中海了 接下來 這邊圖書館 雖然清晨清雲 但是接下來要帶大家 來看到的這個閱讀角的空間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你看 這邊它整個有藍色 很飽和的顏色窗 窗台上面有很可愛的小花 這邊有花布的沙發 這一間閱讀角的空間 風格就把它打造成 南法普羅旺斯的一個感覺 而且我要跟大家說 你可能眼睛看不到 可是你進來這個空間 可以感受到 除了視覺的繽紛之外 還有 薰衣草的香氣 就在這整個空間當中 你可以聞得到薰衣草的花香 就在我們的閱讀空間裡頭 很香的一個弥漫 在這個空間裡頭 所以這邊總共有 七間的閱讀角 七個空間 七種不同的風格 都可以讓你在閱讀的時候 就好像是到了 全世界各地來旅遊一樣 好可愛 的確 在想像空間裡 就像環遊世界一樣地廣闊 所以接下來 我們降落在英國 再神遊到巴黎島來發呆 而圖書館也不是只能夠看書 跟三五好友來場鬥智桌遊 在五樓多功能式包廂裡 也有各式的遊戲 可以租借使用 同一個樓層 還有廣大的視聽區 也要看場電影 或者是打打遊戲 這圖書館原來這麼好玩 在新北市立圖書館這邊 整個借閱系統 有非常依化的設施 到底有哪一些程度 我們就請我身邊的書方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主持人 哈囉 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全國就只有這一台 對 這是ATM嗎 提款的 不是 它是提書的… 所以它是一個 自助的預約取書系統 對 沒錯 我要怎麼預約呢 我想要的書 在我們的圖書館的網站 有一個預約取書的功能 大家都可以挑書 不只是挑我們總管的書 我們全市的書 大家都可以挑選 只要用我們的悠遊卡借書證 放在借閱證的感應區 它就感應到說 是哪一位讀者想來借書了 這些書它有非常多本的書 對 你一次最多可以在精選書裡面 選五本 假設我今天就是要看這兩本 我就按確定借閱 它就在跑了 對 它後面的機器也開始運轉了 真的嗎 我看看 對 它已經透過電腦 判讀出它的位置 現在已經大型手臂 在幫我們找書 這邊也看得到 就是下面它還有附一個螢幕 有點像是監視器一樣 所以它裡面 你看它就動了 裡面在找書了 好酷 這樣子的一台機器裡面 總共可以放幾本書 應該不是書了 它可以放2000本以上的書 好多 來了… 對 這就是剛才選的 掠食者 好方便 所以這邊有一個 你不受地理限制 也不受時間限制的一個 自助的預約取書機 就可以讓新北市民 好好的運用了 建好的書 還可以帶到館內的書本消毒機 操作方便一直搞定 消毒好的書葉 還散發一股清香的氣息 而還書也走一貫的 一化便利系統 24小時的自動還書機 讓你還書時間不受限 有這樣清靜便明的圖書空間 反朝人也太幸福了吧 接下來要來造訪的好手藝 它要展現在建築工藝上頭 在溪口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有一棟 非常漂亮的建築 可是這個建築 它不只是漂亮而已 它還融入了非常多 建築上面的巧思在其中 我們就要深入來看看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徐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我們現在在溪口鄉的一個 文化生活館 文化生活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所站的一個 它是一個平台對不對 對 它生態池上面的一個平台 生態池 所以這前面這樣子的一個池 然後種滿荷花 是為了漂亮嗎 當然在它的景觀上面 它有一定的功能 它另外的根本就是希望能夠 讓我們這邊 文化館的管色 周遭的整體溫度 能夠在夏天的時候 能夠作為一個降溫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覺得我的感受是 微風這樣子吹來… 雖然我在戶外 可是我不會覺得很燥熱的感覺 這是建築一開始設置的時候 就有這樣子的考量 就要讓大家有這種感覺 對… 而且你其實看到 比較遠一點 整個這樣看過來 這整個生活文化館 它會像一本書 一本書 打開來的書 對 打開的書 所以大家應該就可以聯想到 它這裡的一個功能就是 譜書館 對 然後除了生態池之外 其實徐大哥還可以帶我們來看看 你仔細看你會發現 牆壁上都有一個洞… 這是掃一塊磚還是怎麼樣 當然 這一個就是當初在做設計的時候 做一個比較節冷的考量 就是透過雙外牆的設計 透過下面的打孔 上面有再有一個挖孔 做成溫度的循環 一個風可以造成循環 有道理 以前自然科學的時候 不是就是說冷空氣會下降 對 它會上升 所以它變熱之後就上升 對 所以你看冷得進來 然後熱得出去 冷得進來 熱得出去 冷得進來 這樣一直循環… 對 然後在它的 就在牆面這邊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阻擋外面的熱空氣 進來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這些都要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要考量進去 其實裡面還有更多 既然來到這個綠建築 我們也要進去感受一下 它整體的氛圍又是如何 我們進去看看 好 OK 在民國96年落成的西口文化生活館 整體內外綠建築的設計打造 讓這一座建築在98年 融獲內政部黃金級綠建築的標章 除了圖書館的空間之外 這裡也會不定期地有研席營 或者是藝文活動展演 進來看看 好涼 好涼 覺得很涼 這是外面最自然的風 所以不用開冷氣 就光光靠剛剛這樣子冷空氣進來 熱空氣出去 就可以達到這麼涼的室內效果 當然不可能 因為我們 為了能夠維持到這樣子的室溫 其實是有其他設計的幫助 首先就是地中熱的交換系統 地中熱交換系統的原理就是說 透過將宿溫底下這些涼風 透過風扇 把它抽進來到地下室 再那些熱空氣再會往下 經過這邊的雙層屋頂設計 再往上對流出去到外面 所以等於它有藉由風扇 你就在地下室嗎 對 它增加冷空氣進來 熱空氣出去的力道 對 產生一個對流 讓這個環境變成相對比較舒適 對 我覺得 現在外面應該有33 34度 可是這裡面我覺得 應該差不多26 7度的溫度 對 感覺24幾度的溫度 很舒服 對 這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是一個交換 一個冷熱交換系統的設計 然後造成這樣一個循環 我覺得進到這裡面來 你很立即地會感覺到 溫度的涼翔之外 還有一個很明顯 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節能裝置就是採光非常地好 對 你看 除了那邊比較沒有自然光的採光 需要補一點燈光 這個整個管區沒有開任何一盞燈 上面雖然有燈 可是都是沒有開的 對 我們在平常使用的話 透過這樣子大量的開窗設計 讓我們的採光能夠在平常提供一個 最不需要一個用電的環境 好棒 真的是一個很理想的 綠建築的狀態在這邊 自然 涼爽的溫度 再搭配上明亮舒適的採光 在這年頭 炎炎盛夏裡 完全不開冷氣的公共室內空間 還能夠讓人舒適 待在其中的地方 還真的不多了 溪口人有這樣一棟綠建築圖書館 還真是幸福呢 那就讓我也挑本好書 坐下來享受一下吧 很多人都以為 中立區是一個就有工業區的地方 這個印象真的是有一點刻板 你看今天 我不就帶大家來到了一個 非常舒適 優雅 而且有氣質的文藝咖啡廳嗎 這樣子的造景 這樣子的建築 真的是每一個文青 都想要來這邊享受一下 只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我今天沒有定位 這個它是在2015年年底全新開幕的 不曉得沒有定位 是不是還可以進去 妳好 請問沒有定位 今天裡面還有位置嗎 這咖啡廳 我們真的不是咖啡廳 我們這是一個 在去年重新打造 然後開幕的龍岡圖書分館 是圖書館 其實我知道在我身邊是 我們桃園生文化局局長秀梅姐 但是秀梅姐我覺得 我真的忍不住要說它是咖啡廳 因為你們整個外觀實在打造得 太亮麗 太有那種設計感了 當然你要吸引人進來看書 絕不得是一個很刻板的 像集中營式的東西 人家又喜歡進來 在一個講究人文的圖書館 它畢竟是要有 在外觀上就要非常具有吸引力 所以我覺得當時在設計 巴翔這個圖書館的時候 當然要結合在地的場域 當時你看那幾棵大樹 都是在這個館內的 所以有書屋的概念 來設計這樣的一個圖書館 讓人家感覺進完裡面 就不想走 而且我覺得它像這樣子 因為從初期的時候 整個概念就是很統一的 圖書館設計 它從外觀 就真的跟環境有所結合 你看從外觀可以看到 它已經有書本的設計 甚至還有比較立體式的 裝置藝術是在門口 可是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後面這個活字印刷 它要做反的 因為這樣子要好仔細看 好久… 它就像一個 我們打開一本書的概念 再看書是反的 它呈現的就是說 這些49年來到台灣的這一批 國軍 老兵們 他們在台灣求生存得點點滴滴 所以這個公共藝術 就是跟在地的歷史脈絡 是完全吻合的 彩綠建築設計的龍岡圖書館 除了以樹屋為發想概念 也希望呈現出 書架上每本書中 都有一個豐富世界的想法 因此側面的落地窗 設計成45個書本樣式面板 開啟時就像是打開 一本一本的書一樣 秀美姐走進來之後發現 不只外觀很有藝術氣息 在內部整體也非常有讓人溫暖 很溫潤氣質的感覺 這個連很多咖啡廳 真的都做不到 不要說它像咖啡廳 它優於很多的咖啡廳 以前來就有聞到原木的香味 對 所以妳看是覺得樹屋的概念 就把它原來的意象 重建在這個建築裡頭 也要讓人進來這邊讀書 覺得說感覺是很舒服的 很願意在這裡待得久久遠遠的 對 我還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這裡有樓梯 這個樓梯上面有一些 有看不懂的字 不同的原因 因為桃園 桃園就是一個多元族群聚合的地方 它除了有100萬的米南人 有80萬的客家人 有全台灣最多的眷村之外 同時吸納了很多 我們東南亞來的新移民 這些新移民不只是工作賺錢 他們也需要精神糧食 所以我們也為他們採購了很多 他們在地母語的書籍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一進門 就感受到很溫情的接待他們 所以我們每一階就是 有他們的歡迎的這樣子的一個 他們自己母語的意象出來 以木建築為基底 結合仿清水模的建材設計 讓整個圖書館質樸又充斥著 溫暖的味道 而圖書館顧及新住民的心意 也像建築一樣溫暖 沿著木造梯時間而上 就能找到這裡獨特的多元圖書區 柬埔寨 遼國 緬甸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你看這麼多不同語言 不同國家的書籍 在龍岡圖書館裡面都可以找得到 我覺得新住民來到這裡 真的會倍感溫馨 它的藏書也很多樣化 有比較生活化的也有比較小說類的 事實上我是看不太懂 不過我覺得如果是我 在外國的圖書館裡面 找到中文書籍的話 我也會有一種感動的感覺 不只是藏書的部分 其實是兼顧到了多元族群 我覺得它整個圖書館的配置上面 事實上都讓人覺得很溫馨 像它的書櫃高度 其實不會疊得很高 這裡為了要讓大量的光線 迎進圖書館內 所以就控制了書架的高度 你在這裡面可以享受到自然光 我覺得這也是綠建築裡面 很重要的概念 而且這樣子的環境當中 你就會覺得 好像看起書還特別地悠閒 也特別地自然 沉穩的木製書架 柔和的動線設計 實在很有文青咖啡廳的感覺 如果走進兒童閱覽區 還會發現同趣的天花板設計 猶如森林故事物一般 處處有巧思 處處有驚喜的龍岡圖書館 不只是圖書館 還是個讓人流連忘返的新地標 第一趟輕軌小旅行 我們要造訪的地方 是最近超熱門的高雄市總圖 這離輕軌高雄展覽館站 只要步行6分鐘的路程 就可以輕鬆抵達了 我們這趟第一個要造訪的 高雄輕軌新景點就是 鄰近展覽館站的 這一座建築物 高雄市總圖 你可以看到它在高雄市 變成了一個很亮眼的建築 但這棟建築它不只有滿滿的藏書 它還有很豐富的建築新概念 在其中 讓我們來歡迎市總圖的導覽員 萍萍 萍萍好 大家好 這一棟建築物好漂亮 好漂亮 這棟建築物的蓋法它比較特別 先讓妳猜猜 一般蓋大樓是從幾樓開始蓋 當然就是先打地計 一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五樓 六樓這樣蓋上去 一路往上蓋 八樓建築物就蓋到八樓 可是這棟建築物 它是倒過來蓋的 也就是說是從八樓開始蓋的 怎麼可能八樓是在最上面 它下面怎麼支撐 我們在蓋這棟建築物的時候 首先要先蓋四支柱子 接著蓋八樓的樓板 樓板就像桌面一樣 接著從桌面上面垂吊下來 非常多的鋼磅鋼條 像小木偶身上的那些鋼磅鋼條 然後再去撐住七樓的樓板 六樓的樓板 五樓的樓板 一路往下蓋 一種建築工法有沒有它特別的稱呼 它叫做 懸吊式建築 既然在高雄遇見了 全台唯一的懸吊式建築 就要實際進到裡頭來看看 而且還有很豐富的館藏 等著我們 走吧… 高雄市總圖 除了是全台灣第一座 懸吊式建築之外 也是一棟在建築上 考量許多節能減碳概念的 綠建築 懸吊式的設計 讓一樓的廣場特別地寬敞開闊 好期待室內的空間 又有什麼樣的新亮點 品璇 剛剛從外觀看 我發現這一棟建築 它應該採光非常地好 因為全部四周都是玻璃 整個把它包起來 為了節能減碳省電 開一點日光燈 整棟建築物是用玻璃包圍起來的 可是因為建築物很大 每層樓的地板很大 中間怎麼辦 中間就會很暗 所以在圖書館正中間 挖了這一個天井 所以這樣直通到頂樓 中間是空的 採光下來之後 這邊的玻璃是不是就讓 光線可以灑透進去 中間的光線就是靠著天井 外圍的玻璃讓光線進去 裡面就不用開燈了 可是妳剛說這邊六樓以上 六樓以下怎麼辦 你看正中間 我們有一個大環的玻璃圓盤 光線就會直接穿透 一路到三樓 所以等於三樓以上的中間 都幫它開了一盞光 自然光 沒錯 自然陽光直接灑落 六樓以上就是靠著天井 外圍的玻璃 這個現在腳底下踩木棧道 它也有綠建築的設計 黏在裡頭 高雄是一個乾旱季分明的時候 高雄的冬天常常都聽到缺水 要停水 在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夏天颱風季的時候 會把雨水蒐集起來 靠著木棧道的那些細紋 把水集中起來 到地下室 到冬天乾季不下雨的時候 再把水重新利用 把它拿來澆灌 這些綠色的植物們 好環保 所以等於整個建築的設置 很多的一些細節 都是要符合綠能的一個概念 木節能解胖環保的 綠建築的概念 很厲害吧 看似提供看書 看累時出來透透氣的 空中花園 而在建築上 其實囊刮了自然採光的 設計巧思 而靠著充足的自然日光 圖書館的室內 真的是明亮又舒適 而在建築的四周 也設置了大片的閱讀區 白天的時候 靠窗的位置 還真的是一盞燈都不用開 超級節能的 接著就要進到市總圖這邊 幫小朋友打造的一個天堂 就是在地下一樓的 國際繪文中心 是的 這個地方是高雄總圖的 國際繪文中心 瑋瑜妳進來之後 妳有沒有發覺 我們的地毯是什麼顏色 有藍色 然後有灰色 淺藍色 然後一逗到這邊 好像有點土了 變成土了 對 已經從海洋上了陸地 這邊有一棵大樹 幫我們觀察一下 我們的借環書櫃台 是一個什麼樣的形狀 好像有一個蒼蒼椰圓形 看起來還滿像一艘航行 在海上的船 沒有錯 我們的借環書櫃台 它是一艘船的意象 就是要告訴高雄的小朋友 他們從小是生長在一個 海港孕育出來的城市 高雄港孕育出來的高雄市 另外我覺得 在高雄市總讀書的小朋友 好幸福 因為這邊的館藏 光是繪本的館藏 都非常地驚人 沒錯 外語繪本館藏總共9萬多冊 基本的部分有6萬多冊 加起來總共15萬冊的藏書 好驚人 好驚人 15萬冊這個數量 在一般社區型的圖書館 已經是一整館的藏書數量了 而在高市總圖 這還僅僅只是一個樓層的 繪本中心而已 而且這一座繪本中心 還特別跟國際接軌 外文繪本的數量 是目前全台灣擁有最多的地方 這邊真的可以找到館藏很豐富 所以我剛剛特別去找了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 台灣的繪本作家 他的作品也很厲害 你在過去看到 我們會把日文的繪本 或是英文的繪本 法文的繪本翻譯成中文 可是陳志遠老師的 它是中文的繪本 因為很受歡迎 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所以你看這個咕咕咕咕 它也有被翻譯成 這個是泰文 還有被翻譯成這一本是法文 你看 翻開來看看 當法國小朋友也可以看到 台灣繪本老師的作品 對 這樣就會感覺 這樣子台灣的創作實力 也可以走向國際 所以這裡的國際化 真的是非常地實踐在繪本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有看到韓文繪本了 它就有這樣獨立的一區 甚至連東南亞繪本 它也有獨立的一區 我們東南亞語 因為現在高雄的新住民 其實繼中國大陸之後 越南是第二多了 所以有非常多的新住民幫忙 會帶著小朋友來這邊 學習他的國語 有沒有看過 這是什麼 這是哆啦A夢 有沒有很熟悉 這什麼文 這是越南文的哆啦A夢 越南文的哆啦A夢好酷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找得到 對 如果要學越南文的話 可以用哆啦A夢學越南文 對 哆啦A夢學越南文 好有趣 光是在長書區域 就已經讓我眼花撩亂了 每一本繪本 每一種語氣 都好想要拿來翻上一番 而在繪本館的中間 館方也會不定期地 放上主題性的推薦繪本 提供小朋友跟家長 快速地選書指南 但是接下來我發現 還有一區是這繪本館中的 秘密基地 品學 我們現在 這是一個樹洞 這一站門好可愛 就是開了一個原創在上面 妳現在進到大樹裡面 我發現這裡好像也進到了 一個巨人國的感覺 這是繪本嗎 對 我們這間教室裡面 收藏的就是一些巨型的繪本圖書 有日文 英文 還有中文 世界各國的繪本 巨型繪本圖書 我們都收藏在這裡 那它有多麼的大海 還可以把我整個這樣遮蓋住 那小朋友認識牙齒 介紹每一個牙齒 健康的牙齒一直到 如果你不刷牙 牙齒就會被蛀光刮 這就很適合 譬如說說故事老師 在跟小朋友說的時候 就是每一個 因為它整個把它放大了 所以你在講故事的時候 小朋友就算很多的小朋友 他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這一本也很有趣 就是認識世界各國的傳統服裝 法國的女生 外面的裙子 它裡面 裡面是這樣有點膨膨的 所以這一區是不是就很適合 小朋友來聽故事 我們不定時會在這邊舉行 故事媽媽說故事的活動 在舉辦的這間教室 平常的空間 也是完全開放給市民朋友 大家不用另外申請 推開門 就可以進來使用這個空間 然後看這些巨型繪本圖書 從繪本裡頭認識全世界 我想這是小朋友 最幸福與直接的閱讀樂趣了 而這樣的一個繪本天堂 也讓我流連在其中好久… 一出來天都黑了 不過我發現 白天是綠建築的市總圖 晚上點起燈後 更是宛如光之建築一般 讓高雄市的夜晚 也有了一座建築新亮點 台中人就是狂 我們現在來到台中烏日的郊區 在這個鄉間 你一定覺得我們要尋找什麼 在地農產之類的 但我告訴你不是 我們要找一間書店 書店連開在市區 或是開在火車站旁邊 很可能都門可羅雀 甚至有可能會倒閉 既然有主人敢開在 這麼…荒涼 而且你看都沒有人煙 只有稻子 你們看書嗎 你們喜愛閱讀嗎 你只能跟稻子對話 人煙這麼稀少 你不覺得書店主人 膽子很大 很感開嗎 但這間書店究竟在哪兒 我們去找找看 Windy要尋找的這間獨立書店 位在烏日西岸的鄉間小路中 就算帶著GPS尋找 都得要花費一番功夫 更別說 很多人不知道這兒有書店了 但是一旦找到它 雅致的庭院 身具設計感的建築 立刻會讓人覺得 田野位置真是大大加分 走進來有一種美呆了的感覺 我說的不只是書店 也是書店的店長 荷莉姐好 妳好 溫妮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荷莉姐好有氣質 果然在書店工作也是不一樣 謝謝…過獎 但是妳這麼有氣質 為什麼腦筋有點不清楚 為什麼會在這麼田野的地方 開書店很辛苦 其實在這個地方開書店 最主要的是我們的創辦人 汪世旭 汪先生 他為了要在這個地方推廣閱讀 所以在這麼偏僻的地方 開了一間小書店 而且大家對獨立書店的印象 會覺得說既然經營書店這麼辛苦 開小書店應該就是簡單的 一個居所或者是裝潢 你們布置得很漂亮 整個建築的特色 非常地大氣 採光 木質 很用心跟講究的 是 這個是因為董事長他對美學 非常地有他自己的觀念 和他自己的理念 第二個他覺得開書店 要讓大家來這邊閱讀 一定要提供一個非常舒適 讓大家靜得下心 看一本書 也許待一天的時間 都是非常地覺得悠閒 更甚至有家的感覺 所以當初老闆耗資了六 七千萬 蓋了這一間書店 天啊 我覺得真的是佛心來著的 這裡不只是書店 它身上也有一點像 圖書館的功能是嗎 我們的書店除了 伴售一般的 比較特別的選書之外 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圖書館的功能 這在台灣的獨立書店裡面 可以算是 應該是唯一的一間 具有圖書館功能的獨立書店 而且獨立書店的 這一間書店的圖書館功能 你可以在這邊借書 可是最方便的是 你可以在台中市立圖書館的 44個點 都可以歸還書店的書 好方便 因為這邊真的有點偏僻 大家想說 專長要來這裡借書 享受的環境等等之類 可是要還書的時候就覺得 又要多跑一趟 所以也有便利大家的服務 沒錯… 在這個書店裡面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們那種 想要推廣的心意 是的 一走進來就好舒服 在這間超級書店圖書館裡面 不見得一定要購買 書袋紙也有超過5000本的書 提供免費借閱 同時書店也結合咖啡廳功能 提供飲料 輕食 讓大家可以悠哉待上一整天 輕鬆享受書箱 是否覺得有一點酷 如果說你不想要用走路的方式 走樓梯的話 這裡還有懶人設計 不是懶人設計 其實這個設置是為了 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 你沒有辦法走樓梯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裝置 非常安全地移動 移動到哪裡呢 到這兒 我覺得這一整面的書牆 應該是所有愛書人的夢想 這樣子的挑高樓層 整個書你完全可以感受到 那種書箱文化 其實在國外的時候 有一些最美書店 它的設計跟這個會有點 類似跟雷同 在樓梯上透過慢慢… 一步一步往上爬 去感受書給你的這種 逐漸累積的文化深度 我覺得這一面牆我超級喜歡的 在這邊你也可以找到 很多…你喜歡的書 好棒 書店老闆期待這間書房 能成為全球最美書店之一 因此每個空間和角落 都別出心裁 除了大書牆 新書區也有別於 一般書店的販售區 而是佈置得有如加州書房 讓人覺得隨手挑一本書 密一個角落閱讀 是如此自然又自在 這間獨立書店有兩個心願 第一個心願就是希望它可以 躍升為全球最美書店之一 這一點我覺得真的不輸國外 因為我有到國外去參觀過 最美書店 另外一個就是希望可以 持續經營10年 今年是第幾年 今年剛好7月的時候 我們滿了4週年 4週年 所以滿4年 現在已經大概差不多 水益平衡 可以持續經營下去了嗎 其實書店從開店到現在 從來沒有平衡過 是… 每個月都一直在賠錢 沒錯 其實台灣的獨立書店 應該講說 沒有一家獨立書店 是營收是賺錢的 當初這個十年不關的口號 就是它每年從母體企業 提撥了100萬 來支撐這一家書店的虧損 所以當初它十年不關的口號是 就是它準備了1000萬 來支持這一間書店的 持續地這樣子可以開下去 結果沒有想到 獨立書店是一個非常 可怕的燒錢行業 在第二年半的時候 老闆的1000萬就已經燒完了 我覺得這個沒有執著 你沒有對文化的熱愛 你沒辦法 是 沒有錯 所以現在都還是在努力… 就盡量少賠一點 對 我們很希望就是 各位朋友一起支持我們 不管我們的羅布森獨立書店 或者是台灣每個角落的 獨立書店 讓獨立書店的行業 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持續地去永續地經營下去 而且比喻 你們知道老闆有多狂嗎 就是老闆他書店本身 預備金第二年就已經花光了 但是老闆竟然還花更多的錢 在出版業上面 上面的 我們現在桌上看到的這些書 它其實都是你們自己 獨立出版的對不對 對 沒錯 它在設計上跟一般的書 也完全不一樣 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題 是以台灣的美好人事物 所以我們每年在我們的企業 都會出一本跟台灣有關主題的 不一樣的書 所以在這邊可以各位朋友看到 有台灣的土地公 台灣的老書店 台灣的棒球 台灣的水庫 像今年就是出了一本 台灣的夜市 我一看這個書 因為大家知道我本身也有出書 我一看這個書就知道 砸大錢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特殊規格 你看這個設計 台灣夜市的這種攤販設計 然後不只是書本身有特殊設計 你們每一本書還有搭配一個文創品 譬如說台灣夜市今年搭配的就是 餐店 然後大家看一看 這本書它是講台灣的水庫 它封面做這個特殊設計 光看這個打樣就要花多少錢 我的天 沒錯 你們每一本書也都是做中印的 是 它的文創品是搭配 環保杯 節約用水 然後棒球的 棒球故事的文創品 就是搭配棒球 棒球筆等等之類的 還有小豬包這些 我只能說我覺得老闆真的是天使 他帶著一顆善良的心 然後播種在台中這個地方 希望那個文化的芽 可以慢慢地 越來越發揚光大 真的 老闆太狂了 我們這次狂人特搜 不用說 合力姐 我要告訴妳 妳們就是狂 汪式序 汪董就是狂 一定要提供一個非常舒適 讓大家敬得下心 然後看一本書